新視野藝術節,今年的重頭節目就是藝術節第一次監製的凱達加貝諾 請來了前皇家沙士比亞劇團團長,英國著名戲劇導演Andrian Noble去導演這個易卜生的名作 Andrian Noble曾經導演過多部沙士比亞和易卜生作品,有豐富的劇場經驗 而他其實如何去理解易卜生這部作品? 是在意義的,在意義的,在意義的角色,在意義的角色 她是非常非常威嚴重的角色,但在意義的角色,在意義的角色 她是永遠不滿意的,她認識它為傻的角色 她無法接受愛或性愛,她無法接受,她無法接受 所以她叫她愚蠢 她是愚蠢的 她是愚蠢的 人们 能感受爱 我认为她是追求 那是个问题 那是个问题 那是 那是一个短期的时间 和男人 和男人们的相似 很奇怪 但她是想起来 她是想起来 一整个问题 Nora是想起来 因为她不接受 她不接受 社会 她是想起来 她是想起来 因为她又逐温 她更逐温 她是想起来 她交叉 因为她鼓励了别人 去冠状态 你不太会更危险的那种事 Ibsen 最后通过他的生命 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自己的自由自由 不因为人们都要你做的 但他们都要你做的自由自由 那是他最重要的事 你的生命 你必須自身 行動 其實香港真是少機會做表演 要數回模式模式 由2002年開始成立 到現在已經十幾 十二年的時候 尤其我們這些蚊營的團體 不像大團一年有幾個演出 變成平均一年一次的公開演出 亦都試過一年都做不到一次 還有香港蜜劇演員 無論是公余時間來玩 其實都是很少 觀眾群亦都不是多 我想蜜劇這兩個字 其實有少少令人卻步 因為蜜劇這句字被人覺得很安靜 甚麼聲音都沒有 不說話我不明白 我喜歡玩那個蜜劇 甚至我不喜歡拿真的道具 我全部是用雙手反應表情動作 我們叫Mime 無論你拿上手的東西也好 你自己的角色也好 你周圍的環境也好 其實都是靠演員自己去營造 即是被人認識的都是有話說的 但是我會加上蜜劇的元素上去 好了即興得來 但我不說 我們完全用了動作去表達 觀眾上來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要填字製 有些題目是他們填的 然後收集了 我們就會根據收集的一些題目 我們就就那些題目去做一段線 當然即興這件事是帶有一份實驗性在 大家是在過程中去經驗創作的過程 可能大家抽了這些題目出來 你們是觀眾 可能你們自己心目中有一個圖片 是的 但是我們做的時候 又有另一個角度 另一個看法的時候 這個就是那個互動有趣的地方 我們的身體去帶出情感 去情感這件事 其實比起說話更加強 從一開始你都以為是否這樣 不是很相信的時候 但當做一下做一下 大家已經感覺到似是 我們那個發掘的過程 其實原來是令我們都會獲益到很多東西 戲裏面有一種很濃濃的感覺 其實他們壓抑著很壓抑的 但那個壓抑再加強就是因為 生命循環 我每一天都要生活 我沒有一份工作 我都要找一份工作 我想那種日常是 逼到我們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沒有空間去想 另外一些可能 沒有空間去想一些alternative 我想就是缺乏alternative 才令到日常變得單一 我想是這種單一令到人非常壓抑 每一種工種 或者在這個城市裏面 用不同工作性質 去生活的一班人 究竟他們的生活壓力是怎樣 工作令到這一班人的溝通 是怎樣變得慢慢的扭曲 或者斷裂 裡面劇本有一個很強的提示 就是它每一場都是在一個季節之下發生的 在這個常軌之下 有些小的事情發生了 可能是暴露了某一些關於夫妻之間的問題 可能暴露了一些關於這個世界暴力的問題 每一個小的問題引爆了 下一場戲分出來 他們是如常地 提起他們的常軌 我想最終這部電影 提到日常的單一 核心就是我們失去了一些想像力 對於生活圖像的想像力 這種交流和溝通的失敗 但是其實最終的原因都是 我們缺乏了某一種想像力 缺乏了我可以想像你的情境 或者代入你的情境 那種同理心的能力 那種隔膜由此而來 Martin Cream 就是現在在英國其中一位 最負盛名的編劇 原來錢進進是沒有做過他一個全長的 之前我自己去過London 去參加過一個Martin Cream的研討會 他都出席了 然後他分享了自己的創作心得 他說他很兩難 一方面他很習慣寫實劇 寫對話 但同時間他對於這種藝術形式 有保留甚至有懷疑 所以他又會寫一些序事體 直接跟觀眾對話 把信息直接訂出來 沒有劇場幻象的一些戲劇形式 那The City呢 剛剛相反了 全部都是對話 有的人物、故事、劇情、角色 是有劇場幻象的 他開出來的格局是寫實 甚至很快需要觀眾去相信 我在看一套寫實劇 但他慢慢就開始跟觀眾玩遊戲 他用了不同的手段 常常去提醒我們 你應該不是在看一套戲這麼簡單 他就想問究竟 realism、寫實主義 去到盡 它的限制是怎樣 我可以怎樣 一路用寫實主義 又一路去反寫實主義 我們以往看新聞本 有很多是很直白的序事體 有些很刻意去破了劇場幻象的作品 可能原來不是只有這種形式的 就是當代劇場 譬如今次The City 就是將一種仿真 和一種真實當下的現場感覺 兩構的這樣 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